俄烏會談後撤核威脅減基赴軍事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文俊 俄烏會談於3月29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 俄烏兩國代表團會談後 坤釋放出積極信號 3月29日 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阿力山大福明表示 俄烏相關談判正在進入實踐階段 這些談判包括準備烏克蘭中立 武核地位的協議 以及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的條款 以及俄烏會談期間討論的原則 做出為了增加相互信任 將會進一步談判 及實現達成和平簽署協議的最終目標 創造必要條件 決定從根本上大幅度減少 在烏克蘭首都基赴和北部城市 設以尼戈夫周圍的軍事活動這樣的承諾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 在3月29日證實 和軍的某些部隊正在從基赴和北部城市 設以尼戈夫的戰線上撤離 而且烏克蘭則答應 採取中立地位 但要有國際保證 以保護烏克蘭不受攻擊 這是和平協議取得進展的最切實跡象 CNN報道 兩名美國高級官員認為 在俄羅斯國防部3月29日宣布 決定大幅減少在基赴和切爾尼戈夫方向的敵對行動後 美國觀察到這些行動已經在進行中 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轉變 在3月29日 五國大樓提出的警告表示 俄羅斯在基赴地區附近的部隊移動 可能是重新定位 而不是真正的撤軍 五國大樓新聞發言人 約翰·柯比 在簡報會上表示 我們認為 這是重新定位 而不是真正的撤軍 我們都應該準備好 關注對烏克蘭其他地區的重大攻勢 這並不意味著 對基赴的威脅已經結束 俄羅斯首席談判代表 弗拉基米爾梅丁斯基表示 減少在基赴和切爾尼科夫的軍事行動 是莫斯科為緩和持續了34天的衝突 而採取的兩個步驟之一 梅丁斯基認為 另一個步驟是 當俄烏兩國外長 草以一份和平協議時 俄羅斯將同意普京總統和澤連斯基總統 同時舉行會面 但是俄羅斯談判代表強調 基赴和切爾尼科夫周邊局勢的緩和 不是停火 烏克蘭談判代表認為 烏克蘭和俄羅斯最新一輪回談中提議 烏克蘭同意採取中立地位 以換取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 烏克蘭不會加入軍事聯盟 或讓外國在烏克蘭的領土上 設立軍事基地 俄羅斯官媒俄新社報道 俄羅斯首席談判代表 普京助手梅丁斯基認為 這次俄羅斯談判具有建設性 俄羅斯國家通訊社 塔斯社報道 俄羅斯副國防部長 福明在3月29日表示 俄羅斯總參謀部 將會在俄代表團 從伊斯坦布爾返回後 宣布減少在烏克蘭 敵對行動的更多細節 3月29日烏克蘭總統顧問 米哈伊諾·波多利亞克 也表示 俄烏代表團會談 取得了足夠進展 令普京和澤連斯基能夠會面 俄烏雙方會談結束後 波多利亞克 在伊斯坦布爾發表談話稱 現在兩位總統有可能會面 波多利亞克表示 俄烏雙方之間的會談 將會全天候在網上繼續 而且烏克蘭需要明確的法律操持 波多利亞克補充認為 俄羅斯代表團具有建設性和意識性 這並不意味著 談判很容易 談判非常困難 但俄羅斯正在關注烏克蘭的提議 隨著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持續進行 莫斯科似乎撤回了之前的根據報導 即將部署核武器的威脅 俄羅斯總統普京首席發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3月28日晚間接受美國公共電視機構 PBS採訪時表示 沒有人在考慮使用核武器 甚至想都沒想過 福克斯新聞報導則認為 佩斯科夫的說法 與福克斯和其他克里姆林公官員 在最新發出的隱匯核威脅 截圓相反 佩斯科夫表示 特別軍事行動的任何結果 都不能成為使用核武器的理由 俄羅斯有一個安全原則 非常明確地指出 只有當俄羅斯的存在受到威脅時 俄羅斯才能使用 而且俄羅斯將會實際使用核武器 來消除威脅 從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 並在烏克蘭的兩個核基地周邊 打響戰爭以來 核打擊威脅一直是國際關注的焦點 俄軍佔領了1986年發生過核災難的 赤爾諾貝利核電站及附近的一個城鎮 烏克蘭曾多次發出核洩漏的擔憂 赤爾諾貝利核電站員工 最近提出警告表示 俄軍在駕駛俄羅斯的裝甲車 穿過赤爾諾貝利禁區後 有放射性塵埃雲產生 路透社首先報導認為 這些俄軍沒有採取任何輻射防護措施 聯合國核監督機構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一直在關注 赤爾諾貝利核事故所帶來的威脅 並在3月29日前往正在飽受戰爭郵輪的烏克蘭 IAEA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 在3月29日的推文中宣布 他已經成功越過邊境進入烏克 格羅西表示 我們現在必須採取行動 幫助防止核事故風險 格羅西預計將參觀一個核反應堆 並與政府高級官員討論安全問題 福克斯新聞報導稱 歐洲最大的核電站 紮波羅熱工廠 也是俄軍侵略的目標 該核電站擁有烏克蘭15個反應堆中的6個 來自烏克蘭北部的 尤里福米切夫市長 在3月28日表示 俄軍在完成嵌察任務後 已經離開烏克蘭的斯拉夫提琦鎮 3月26日基庫地區長官表示 俄軍已經控制切爾諾貝利 周圍安全禁區外的小鎮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張婷、李賢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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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中文章 《紳士國聽遊文》 FER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